陣列其實陣列這個地方各位可以參考一下三支三這裡的話應該是在那個第三支二十五頁這裡 陣列為什麼會產生陣列其實他跟變數一樣是提供一個記憶體空間 那要存放資料 可是如果說比如說學生的資料學生如果說你有一個你就宣告一個的話那你變數假設有500學生你就要宣告500個變數 哇不得了你ABCDEA500個可能你都還不夠放 所以這個時候假如有陣列的話就好解決 就是陣列有點像一個很大的房子 要做500個學生 做50個學生你就把它做隔間不就好了 我的這種 就有點像隔間然後你就可以隔開然後每個人都可以住一間 就不需要宣告不需要說蓋500間房子給這個500個學生去居住 類似這樣的概念 所以很輕易的可以放大量的資料 也就是說因為這樣子所以陣列跟那個Database 就會是這個很好的partner 因為Database裡面很多資料 那很多資料你要放哪裡去呢 那就放陣列暫時存放在 記憶體裡面的陣列裡面就好了 不然的話呢 你要光宣告變數你就宣告到 這個我看你這個就不知道記不起來了 陣列一個就搞定了 另外陣列還有一維 還有二維 二維的話比如說你有兩個欄位 你就可以放二維欄位 三維欄位 其實就是看你的需求可以去定義不一樣的陣列空間給存放起來 所以接下來的話一維陣列 這邊的話就是類似像這樣 就是它的 宣告方式就是資料行別 比如說你要宣告為一個string就是一個string 然後後面加個中瓜湖 然後再加上陣列的名稱 那陣列名稱呢 後面加上一個new new的話就是 如果你看到new的話在物件導向的那種程式裡面 通常是在記憶體裡面配置一個空間 就會用new這個關鍵字 在西語言裡面沒有這個東西 因為西語言 基本上不是一個物件導向的一個語言 new的話像單內者或者是像那個 java都會有new這個東西 然後後面的話呢就一個資料行別 比如說string 再加上所謂的陣列的長度 陣列長度 特別是陣列長度 因為從零開始 所以你特別注意陣列長度 這裡的話我們等一下舉個例子給各位看一下 那比如說呢 這邊我們可以宣告一個scope 比如這個scope他是一個 陣列 那他這邊的話宣告是int 中瓜湖一個scope的變數 名稱 然後new後面的話呢